今天的小A股是让人气愤的 A股今天再一次冲高陷落 然后跳飞 最关键的是 今天又是一个悲伤的日子 今天有4800个绿盘 你能相信吗 今天有4800个绿盘 只有500个红盘 尤其只有500个公司是上涨的 又是惨不忍辱的一天 你要知道我们A股已经跌了好多年了 你要是今年24年再跌的话 港股就跌了五年 整整五年 整整五年 当年1990年日本华丽产泡沫的时候 破裂它也就跌了三年多 还没跌到四年 港股今年再跌都跌五年了 涮满跌四年 扩生三百跌四年 上润今年再跌就跌三年了 你想一想 那都没办法形容 这个盘面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 当然了你可能说背国侠对吧 背国侠找到了 北向资金来砸盘 北向资金来砸盘 然后这个A股跌了 关键是北向资金人家为什么要砸你的盘呢 就说明这个A股它确实它也有问题 你看今天 今天都封了 你看这个溢价率超1% 日经只说大一次大涨 创新高 基金公司提示风险 这是耻辱啊 真的是耻辱啊 我们自己的股民不买自己家的股票 跑到跑到旁边去买日本的股票 对吧 那为什么会被逼到这一步 就是因为A股的赚钱效应实在太低了 他就他都赚不到钱 他赚不到钱还还血亏 还亏得非常凶 还亏得非常狠 所以说人家都跑到旁边去了 对吧 那那日本他就不需要经过红海吗 对吧 你说这个中东乱了 那日本就不需要经过红海吗 但是日本这些年说 那个什么汽车产业被 被这个行动员车家打败了 然后是销量大减了 人家不是涨得挺好的吗 说的有点生气啊 这个盘面说的真的确实有点生气 那我们就再说人家老美的吧 老美 那老美就没有问题吗 老美人家这个美联储 2023年巨亏1143亿美元 对吧 那那么他这个美联储 为什么会这么亏呢 因为他主要是美联储加息产生了利息支出 然后激增 老美那问题也一大堆 对吧 又是又是这个国债了 又是这个参与了各种这个乱了 那人家股市涨的也挺好的 对吧 那我们这个A股到底是怎么搞的吗 今天再跌的话就创三年新低了 因为我们之前有个低点 我们之前有个2800点的低点 要是再跌一点的话 就把三年的低点就打穿了 就把三年的低点就打穿了 就回到了这个2019年去了 你看这个 你看我们上次说 这个A股建立以来啊 从来还没有出现过 月线六年跌 你看这个月线 看到没有 月线六年跌 A股自1990年创立以来 还没有出现过月线六年跌 但是这个月线马上就六年跌了 你再看那个 你再看那个创业版本子 那更没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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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你看这 虽然说都知道 最后一撒可能都是血雨腥风的 但是这个真的好凶啊 这盘面真的好凶啊 太凶了 老胡呢 老胡昨天 股市不是稍微 就上证指数稍微红了一点点吗 老胡昨天还发文呢 啊 说你这个对吧 说我们这个对面 对吧 有人担心A股又要随分子 老胡呢 还捏了一把汗 结果昨天A股没涨 今天还玩完了 其实 其实大家 大家 其实你要是看那个 那个 嗯 对面至少股市涨的 啊 对面股市还是涨得挺好的 知道不 啊 我们现在A股 是整个世界都嘲笑我们 大家最近看了网上一个 有个 有一个视频啊 可好笑 就是韩国的主持人 韩国的一个女主持人 她在播新闻的时候 她这样说的 她说 呃 中国的专家说股市上涨啊 股市上涨这个有风险啊 因为股市上涨的话 赚钱的话 想赚钱的话 你赚谁的钱 那个女主持人说着说着 笑出来了啊 那个男主持人赶紧给她打圆场 结果打圆场第一句话刚说完 她也笑了啊 她的意思说的话 你你你 中国的专家说了 你超股赚钱 你赚谁的钱 那关键是 那国外的股市 它不都是涨的吗 那不就是A股 自己一个人在那里跌 对不对 都被笑了 然后你还反驳不了 对吧 贝莱德 在给我们大爷抹黑的时候 你还反驳不了 对不对 老胡昨天说的 他这个回了一千 一千 一千六百零五块 总浮亏是五千七 今天肯定又跑不掉了 对不对 昨天老胡说 呼吁股市部 不直接相关的专家和领导来 关心A股 共同推动他的油熊转牛 今天的股市情况 是中国社会信息的重要情绪比较之一 一些人不高兴了 认为抬高了股市的重要性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对于全球来讲 任何一个国家的股市都是非常重要的 就任何一个国家的股市都是非常重要 因为股市它就是中产阶级的一个流动性 中产阶级要是都亏光了的话 那就最后就完蛋了 经济就消费就不行了 知道不 认为抬高了股市的重要性 比如说代表性的就是这个 你看这个A股现在持续走弱 A股的持续走弱过之后就产生了什么现象呢 你看保时捷 保时捷都卖不出去了 假设保时捷卡业911之类的 100来万 对吧 保时捷都卖不出去了 你看这个保时捷呢 这个保时捷2023年全球交付量是32万两 同比增长了3% 其中保时捷911增长了24% 卡业呢 这个下降了8% 但是就单独提出了 在中国市场方面 保时捷2023年的交付量是79000台 同比下降了15% 这个保时捷是全球 我们是保时捷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 但是在全球整个消费市场的情况 都在增长的情况 就是整个全球啊 整个全球的保时捷的消费都在增长 像日本啊 美国都在增长 唯一下降的就是我们这边 而且下降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下降了15% 你看我们这边下降了15% 他全年还在增长3% 就是全球其他地方都在增长 只有我们这边是在下降 我们这边为什么下降 你看这股市这个样子 他肯定下降啊 老胡要不老胡 要是不是亏着6万块钱 要是再赚6万块钱 他说不定也去买个保时捷了 对不对 他不但没有这钱亏钱了 对不对 那就是什么 他就是什么 他就是你要能赚钱就敢消费 那个消费对吧 对吧 这个就是中国经济的情欲表 对不对 把我的话搞出了一通批判 这个股市是中国经济的情欲表 抬高了股市的重要性 其实股市在全球都很重要 那些人有一种认知 认为股市长期低迷没有关系 不好就不好了 对吧 我觉得他们太想当然了 不仅无视当前特殊情况下股市低迷 对社会信心的负面影响 而且无视广大散户 股民的痛苦 这真的是不应该的 就是你看 就是全球都在涨 咱们就是实际跌 实际跌 实际跌 而且他不是 他要是跌一年 你要像这个股市 这个2018年 就是跌了一年 紧接着2019年就涨了 对吧 咱估计也是能够忍受的 他已经跌的时间太久了 香港都跌了五年了 都跌成金融中心遗址了 你知道过 香港都跌了五年 都跌成了金融中心遗址了 就这么惨烈 对吧 认为股市长期低迷没有关系 不好就不好了 对吧 哎呀 太痛苦了 老胡 老胡下面说了 他说老胡进入股市 让我切身感受到了 中国经济中的一些问题 特别是股市的问题 他说的很委婉的 他说 让我切身感受到了 中国经济中的一些问题 特别是 他说的特别是股市的问题 股市什么问题 股市就是 它是一个融资士 都一切为大股东服务的 大股东想减持就减持 想高一价发行 就高一价发行 想卖公司就卖公司 最后就是股民承担了所有 你看那个什么 东方雨红 东方雨红你看了 东方雨红这个老板 员工资顾要爆仓了 东方雨红的老板 拿钱给员工补仓 有情有义 但是他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他是通过减持 他是通过减持 然后给员工发福利 那他减持 他是减持 他是在资本市场减持 最后还是股民受伤了 对这个老板是看着 有情有义的 但是最终的结果 是股民承担了所有 对不对 他是股民承担了所有 是不是 他就是这样的问题 就是你看 就是你谁缺钱了 对吧你你你老板想想想想想这个呃 给自己留个好名声 对吧你你给员工补仓 对吧 哎 结果是这个钱是股民出的 对吧 就什么都是股民出的 然后呢 对吧 就就就就变成现在这个情况了 你看 与广大散户股民产生了同病相连 心心相惜的情结 我不认为这对我来说是件丑事 更不认为这会让我在履行一个互联网 大为应尽责任时出现一份股民的私心的干扰 恰恰相反我觉得他对我 尽责起的是一份积极的作用 我确实希望大家也找点红获取来 我也诚诚的希望我们社会的各种力量都在推动一个牛市的到来 做一份力所能及的贡献 但是这个牛市到来一定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建立在A股已经变好的情况之下 A股要是再来牛市上市公司 只要这个股价一涨上市公司把公司都卖给你 全部卖给你 所以说A股呢估计任重道远 为什么A股最近下跌呢 我估计应该跟那个有关系 跟最近的查的越来越远有关系 我们A股的财务造假应该不是 它不是一个案例 它应该是一个非常很有可能是非常多的 它不是几个公司的问题 我们A股的财务造假问题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很大的问题 今年这个明显就是什么打击了一级越来越远了 所以说今年的报表 今年的很多上市公司的报表 那个财务报表就很复杂 你说不清楚它会炸出来多大的雷 你看这个今天都已经16号了 在1月31号还有15天 未来15天 这个你这个公司只要财务异常的话 是要披露出来的 那么你披露出来的很有可能业绩就炸了 那这个雷就很多 雷声滚滚 雷声滚滚过之后 自然而然就会很有问题 所以说我们看到 最近的小盘股跌的比较多 今天的小盘股跌的比较多 就是因为可能很有可能会面临着炸开雷 那有些上市公司就在想办法了 你看这个海普瑞 昨天这个海普瑞 海普瑞昨天说了 我的这个 我的有一家公司是子公司在意大利的 然后被诈骗了 然后有九千万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那你想想 要是要是假如说你早不出晚不出 刚好要发年报的时候出 说哎呦 我这九千万没有了 他其实有没有可能像张子岛一样 张子岛就是说三倍跑了 三倍跑了 然后我巨亏九个亿 好了 这一下子不就把账抹平了吗 把前几年财务造假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那一下 我说少了九千万 那一下不就把账抹平了吗 对不对 但是最后还是股民承担了所有 对不对 那那昨天村里面就说了 对吧 你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法律手段 追回有关资金 切实维护公司的资产安全和完整 你要成立专项工作组 必要是批请第三方专业机构 对该事件进行全面调查 审慎评估事件的性质和影响 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他这个公司是在意大利啊 他在意大利你说公司在外面 这个客户也是也是外面的啊 业务也是外面的怎么查 谁去查怎么查 他还不就是上这公司上嘴盆碰下嘴盆 说我没有了 我亏掉了 我被骗走了啊 那那对吧 还过两天再给干牛了 说有没有再再再出一个 老板去这个澳门 然后去了澳门 结果亏了几个银了 那我更奇葩 这是 所以说呢 其实A股现在的问题就是 可能经历要经历一个阵痛级 尤其是你的公司啊 要是业绩太差的话 你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小心 今年的财务 估计查得很严 也很 就是他造假是一条采业链 首先律师事务所 还有这个会计事务所 他们要 比如光会计事务所 他给你造了一下假 那律师事务所他也不敢承担责任啊 那到时候 所以说呢 接下来要注意一下了 主要是我们这个财务造假将来退市了 它跟国外不一样 国外退市的 那个上市公司是要赔股民钱的 是要回购股民手中的股份的 我们这边要是退市了 都自己承担 都自己 到时候都自己承担 那亏的话 要是人家亏的太多了 到时候发飙了 所以说 它不一样的 那你说 那咱为什么不能像国外学 这个股市 公司退市了 到时候上市公司赔股民责任 赔钱呢 那要是都这样了 那上市公司 他就不愿意上市了呀 上市公司该说了 哎呦 我又是这个责任 又是那个责任的 我到时候退市了 还要赔股民钱 不上市了 我这个 对吧 不搞了 那 融资不就融不了了吗 对吧 所以说呢 就是 反正就是很复杂 现在我们的一股 我就是感觉因为它它是它它我们的一股它跟这个世界上其他的股市体质它不一样 所以说呢 它走的就很奇葩啊 走的就很奇怪就走的很奇葩 然后呢 你看这个人家就是鼓励了一下的吧 鼓励了一下A股 你看这个 这张是呢 近20年的五轮牛熊啊 最长时间是1229天 本轮已经达到了1067天了 平均跌幅是46.6% 目前是跌了43.6% 加上今天的跌幅呢 就是跌到44%了 呃 就是我们A股啊 最近五年有五轮牛熊 最长的时间呢 是1200天 现在已经达到了1100天了 呃 上一次 熊市呢 跌了46% 那么目前跌了44% 基本上跌幅已经接近了 时间上也已经接近了 至于说将来还能不能走走墙就不知道了 可能需要一个挖骨疗毒的过程吧 啊 需要一个挖骨疗毒的过程 中心证券说了 市场估值已经到了历史极值区域了 拐点即将到来 你拐点到来 你赶快到来啊 对吧 你还不到来 你这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到来呢 说是在路上堵车了 或者说是在路上出问题了 你在路上 对吧 你拐点在路上 拐点即将到来 拐点在路上 你当时来呀 你不能在路上堵车了 说路上堵车了 或者路上出车祸了 还来不了了 怎么办 对不对 你即将到来 你关键得到来 你不要说即将到来 你得到来 对不对 那万一即将到来 走路上 对吧 出车祸了 或者堵车了 来不了了 怎么办呢 那不是还还是得 还是得 对吧 因为这个春节呢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对吧 春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要讲春节之前 A股要是真的是如此的低迷的话 今年消费肯定会被重挫的 要是A股在这个春节之前 不能够反弹的话 估计像股民都是在家里躺着睡大觉了 也不消费了 就是这么艰难 举个例子吧 这个公司看着也是个奇葩 当前公司正在科兽版APO进程的关键时刻 经历了三年的等待 如果他说的 如果此时公司再不完成科兽版APO上市 我们真的可能就要完蛋了 倒闭了 一家国内硬科技公司的员工 吴江峰化名今日表示 他说我们公司正在这个APO的关键时刻 经历三年的等待 如果公司再不完成科兽版上市的话 真的就完蛋了 吴江峰所在的硬科技公司 已经在上交所排队了超过一千天了 无法上市的原因之一是 关联交易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然后呢 然后你看这个 而过去三年由于迟迟未上市 吴江峰的公司经历了推迟发放年终奖 多轮裁员 业绩缠减等 而且公司估值过高 导致其无法再融资 投资人急切退出 如今该公司仍未完成挂牌 上市公司日期尚不可置 你看他上市的原因说的是什么 你再不让我上市我就倒闭了 我推迟了年终奖的发放又裁员了 而且公司的工资过高 为什么要过高呢 因为不高的话 到时候上市 投资人怎么能够跑掉呢 怎么能高工资跑掉呢 对不对 投资人急切退出 那你关键是你这种公司上市过之后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股民承担了所有啊 你到时候你上市了 你就不倒闭了吗 你上市了 你这公司就好了吗 那最后股民 你上市的公司智力这么差 那到时候都亏没了 股民承担了所有啊 是不是啊 最终的结果就是 他在这个讲述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看这个上市公司在讲述这个 就是你上市公司 还没有上市 他你上市公司的时候 他就只讲了什么 自己有困难 讲了自己怎么怎么弄 他就从来没有考虑股民会怎么办 对不对 就这样呢 就是他只是考虑着他自己 哎呀 我都对吧 年终养都那个啥了 呃 裁员了 对吧 就跟当初的恒大是一样 恒大说我要是不让我上市的话 我到时候公司就倒闭了 但是你要知道 当年恒大就要上市了 恒大那个窟窿 他能卡得住吗 那股民之后 不是和A股上市的话 不是更血亏 那不是亏没有 对不对 但是你看他这个就是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上市公司想 就是什么股民股民承担所有 股民掏钱 什么都要股民掏钱 公司快要倒闭了 年终奖发不出来了 要裁员了 反正股民掏钱 最后最后对吧 就能发送年终奖了 那不是股民给他发 那股民他股民也是一个 每一个家庭啊 他后面也有 也有老婆孩子要养 还有房贷要付呢 对吧 那也承担不了这么多呀 是不是 美国劳工部呢 美国的这个 2023年的PPI啊 涂米增长1%不及预期 连续第三个月未增长 美国的这个 他的三月降息的概率呢 就从73%呢 升至81%了 现在是一月份嘛 不知道老美这个 会不会三月份降息 提前 提前降息 美国政府每年可以节省 超700亿美元的利息 这个中金公司说的 但是呢 就是美国这个降息呢 可能要发生在三月份啊 就是这个算是个利好吧 算是就是说 老美可能稍微要降息 但是其实A股走路啊 还是还是A股本身的问题 因为你看 说的是美国降息 对吧 影响了 但是关键是美国降息 全球股市都大涨啊 美国加息的时候 全球股市哪个没涨 印度的 澳大利亚的 这个巴基斯坦的 巴西的 德国 法国 英国的 人家俄罗斯的股市 涨得都很开心啊 所以说你说 因为美国加息 A股跌了 那关键是就A股跌了 尤其只有A股跌了 就那只有A股跌了 对吧 你说难道说 老美加息 人家别的国家 不承受风险吗 他也承受啊 但是只有我们跌了 尤其只有 全球尤其只有 而且跌了好多年啊 看下午有没有奇迹吧 只能说看下午 有没有奇迹了 明天有很多经济数据要发 但是A股 要是一直低迷的话 发数据也不用看了 肯定不好啊 股民都没有消费 这个 对吧 肯定就不咋地了 只能说看看下午 有没有奇迹了 这个别的没办法形容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